看别人吃东西 有意思吗 我需要一个解释 2013年9月 韩国的直播平台AfricaTV上 出现了这样一种直播 主播不唱歌不跳舞只是吃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种直播模式竟然火了 这位小姐姐The Diva 便是最早涉足这一领域的主播之一 仅在AfricaTV平台上 她就被围观了1.3亿次 这也为她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韩国人用韩语的吃饭和直播两个词 给这个真的起源于韩国的东西 揉了一个创造性的名字 Muckbong 也就是吃播 很快吃播就走出了韩国 各国的主播们纷纷行动起来 开始自己的吃播表演 让吃播变得红红火火 或恍恍惚惚 比如这位沐夏小姐姐 凭借无底洞一样的位 在YouTube上被围观了近17亿次 吸引了近500万世界各地的粉丝订阅 喜欢 喜欢啊 你经常看 我会看 但是可能不会去看到固定的人 我如果有看到朋友圈发 我会去看 但我不会专门去找 谈不上特别喜欢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点开看一看 我看木下比较多 木下长得也很可爱 我就剪进去 没有特定的人 什么样的人都看 吃的可爱一点这些 背眼 因为他如果知道把头去掉 什么都可以吃 不过讲真 为啥这么多人都喜欢看吃播呢 身处吃播发源地的韩国学者们 给出了答案 因为人们太孤单了 通过看别人吃饭 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看 会在精神上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呃 哦 不是一个人 所以吃播变成为孤单人群的选择 一个人吃饭无聊 总得找点有声的东西听着 我其实倒不是在吃饭的时间看 我一般都是在睡不着的时候看的 呃 总觉得这解释不够 小老弟 你为啥喜欢看吃播呢 因为是爽 爽啊 看别人吃东西怎么会爽呢 一种可能是你喜欢听别人吃东西时 发出的声音 有些主播在吃东西时会吃得惊天动地 比如 听到这种声音 有些人会产生一股爽变全身的酥麻感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ASMR 这种感觉让很多人对吃播欲罢不能 一些吃播主播也干脆把自己归到了ASMR类型 用咀嚼食物的声音俘获大批观众的心 声音会听着很有磁性 故意让你听到那个声音 所以它会很慢地咬那个炸鸡 就像那个嘎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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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还挺爽的 我觉得我能理解我听那种声音 我反而觉得好香啊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吃得惊天地气鬼神 比如人气超高的沐夏小姐姐就吃得很安静 可看她一顿吃下几十个汉堡 同样能让人觉得很爽 这也不是幻觉 我闻到铜锣上的味道了 嘴巴里都是甜味 而且还不断地扩散 好像真的迟到一样 很好吃啊 这就要从你大脑中 一种叫做镜像神经元的东西上找原因了 这些神经元 会在你看到别人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产生特殊反应 比如看到这个 你是不是也菊花一景 同样 当你看到别人吃东西的时候 镜像神经元也会被激活 感到很爽 看他们吃饭就会有满足感 我会觉得我吃饱了 就算是在晚上也不会觉得饿 不过不同的大脑会有不同的反应 有些正在节食的人看了吃播 会有一种自己吃了食物的满足感 从而缓解节食的煎熬 而对另一些人来说 要让他们在节食的时候看吃播 简直会要了他们的命 话说回来 无论你属于哪一类 可能都会好奇 为啥主播能吃那么多呢 一种可能是 他们解锁了天赋 巨胃 一般人的胃容量能达到1.6升左右 但有些人能达到4升 甚至更大 比如前面提到的木下小姐姐 就有个超乎常人的胃 在吃完100个寿司后 她的胃扩大了66倍 但没解锁这项天赋的你 要是也这么吃 可能会导致急性胃扩张 甚至胃破裂 长期暴食还可能影响位于大脑间信号传递 让你吃的更多变得更好 所以你看看就行 别自己尝试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主播都是以量取胜的 我越吃越少啊 你越吃越少吗 我刚出来的时候吃很多啊 然后越来越胖我才会越来越少啊 然后越来越胖我 越来越胖我再胖我 那主播们是怎样应对胖这个终极boss的呢 我们就很怕胖 所以我们两个而且都胖了很多 所以我们两个是越吃越少 对 我们两个状态就是越吃越少 还要结合运动 其他主播也会花大量的时间运动 比如这位 所以想以吃为之夜可没那么简单 此外网上还出现了干吃火锅底料 菠萝沾辣椒面这类奇特吃播 一大盘子麻辣烫先喝汤呢 八爪鱼式的满嘴都是黑的 直接啃大肘子的 啃大龙虾夹起嘴的 开面包屑拿进你脑门磕的 我怎么磕了这么多 主播吃播 就很奇怪 它只要传播的是正能量 然后不要去起到一种很 很坏的那种带头作用就好 自己开心就好 观众开心就好 虽说一些主播真活得出去 怎么很人 但不健康的吃播不值得鼓励 说了这么多 我也饿了 变身 我也要看别人吃好吃的喽 告诉功能 抓走 绿色 看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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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atre 讲 胡 好 你的 可经大老和干地现身说法各执一词 甚至有高成本的打斗场面出现 所以我还有机会成为巨巨吗 赫老佳佳我 有了这个秘籍 就真的可以成为欧皇了 插播一下 我觉得印度人做饭可好玩了 无论做什么东西 也都是做成糊糊 他做了一百种菜 他也都是做成了糊糊 但还是很好玩 感谢观看